大家去厨房里拿一颗干桂圆肉 七日花椒再加上一小把艾蓉 把它们混在一起放在蒜臼子里面 给它捣烂 晚上睡觉前呢 捏取咱们指甲盖这么大小 放在肚脐里面 然后用布贴把肚脐封起来 第二天睡醒以后呢 再撕掉就行了 这个小方子最早是 东晋的道义葛红 在豹芙子这本书里面记载的 后来呢是由南淮锦大师呢 在他的著作里面功之于众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小方子 在道家能够传承千年之久呢 大家都知道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脾胃何则白病消 养生要先养脾胃 首先这三样原材料啊 本身都是能量很足的东西 再加上咱们贴的这个位置 肚脐是非常有讲究的 它相当于咱们身体的交通中枢 内连五脏六腑 外连四肢百害 而且它会主动吸收咱们身体需要的东西 不需要了就不吸收 很神奇 我推荐大家啊 咱们坚持用完 因为大多数朋友在去年 都是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冬天 对不对 咱们就趁着这个 把里面隐藏的那些垃圾 都给它排干净 方子很简单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制作 嫌麻烦的朋友呢 左下角小黄车啊 就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个 这样一小盒 可以用将近两个月 还给大家配备了这种透气的布贴 非常的方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